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松井業務阿德 業務全周 秀秀 今天我們要做胡椒蝦絲 洞口味吧 洞口味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材料 米酒 還有松井的胡椒蝦粉 還有百蝦 我們先米酒加一萬三十CC 先加大概一包 整包倒入進去 哇 好香喔 好 倒進去跟米酒做一下混合會味道比較香 讓蝦子的味道吃進去 那再加做也是非常簡單輕鬆的 離絲帶料理 那混合了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把蝦子倒進去 對 然後就把胡椒蝦跟米酒混合 然後混合的東西跟白蝦做混合 對 那我們今天就先小火讓蝦子煮熟 讓味道跑進去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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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就稍等了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現在居家大家都很忙 有了這一包之後呢 回家老公下班回家 要吃個好吃的胡椒蝦成員 好餐你也知道 這一包松井胡椒蝦回去 按照我們的做法 簡單五分鐘就上菜囉 那我們公司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商店 都可以來我們官網去做看一下 那有興趣在裡頭 直接下菜就可以了 來看一下喔 是不是要炒一下 好香喔 那我們把它拌炒一下 大廚又加米酒吧 我覺得 再讓它燒五下 讓它收汁越乾的話 它的醬料會醃漬的 越進去會越香 每個人口味可以按照自己的行程去做做法 那其實蝦子很快就熟了齁 所以我們一開始做調的動作 是讓它快速的去做入味的動作 對啊 你看蝦子現在就紅通通的 所以其實差不多了 要吃乾一點 要乾一點 沒問題 要多乾 要多乾 哇 水鍋 它會掉兩根蝦子 蝦子會拍到前面去 差不多的時候 阿獨大廚我們可以了嗎 我想吃就可以了 對啊 差不多 那就簡單的五分鐘 倒材就上桌囉 那我們來試吃看看囉 把火關掉 翻起來就很好吃 這次感覺烤得比較乾 我想 要不要再加一些 沒有沒有不用不用 這是我們 衝幾胡椒蝦上桌囉 不行不行 好 不會燙嗎 一點點 我覺得這次的味道 第三次還要重 這適合重黃味的 那粉可以加多一點 香哥你在家裡炒就很不一樣 有比較好吃嗎 我覺得這個重口味我覺得還蠻好吃 那秀秀我們可以再加一點胡椒粉上 可以啊 也可以喔 這個幽默這麼寡 一定要吃的是重重 好吃 應該要來一個啤酒之類的 而且我覺得我們的粉 我們的胡椒蝦粉不死錢 很甜的味道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吃到忘了